欢迎回到第52届金马奖 紧接着我们要颁发的是终身成就奖 这个奖非常的重要 得奖的李丽华女士 她喜欢人家叫她小咪姐 在70多年前她就进入电影圈 至今拍了120多部电影 还唱过歌得过两次的金马奖 是同时李丽华女士也是率先进入国际影坛的华人女星 非常值得骄傲 是的 而在这一路走来 大家都说哇谁谁谁是女神 志玲是女神 在那个时代到现在很多的影迷心中 她才是女神 是的 莉莉华女士 还有一个特色哦 很多现在当代的很红的Superstar 在小时候都跟她合作过 马上欢迎我们的现奖人 9岁她就跟小咪姐演过电影 成龙大哥 有请成龙大哥 欢迎国际巨星成龙 欢迎大哥来帮我们现奖 大家晚上好 在75年前 有一个16岁的小女孩出现 那她的出现呢 惊动了整个影坛 她就是李丽华女士 那我自己的第一部戏 也是跟她拍的 叫梁山博租英台 那个时候 我一场戏 一首 一句歌词叫 快穿几幅 把天地摆 因为我的 音阵潇洒 歌声好 影响到那个导演 非常非常喜欢我 就马上联络我拍第二部戏 叫秦湘年 我做她的儿子 我是第二男主角 她做我妈妈 这个妈妈一叫 就叫了超过50年了 我非常幸运 我今天 到目前为止 拍过超过200部戏 54年在电影圈 很幸运 可以站在这边 更幸运的是 今天晚上 我可以 颁终身成就奖 给我 当年在电影里面 叫的妈妈 也是我现实中的 叫干妈 你是我们心中 永远的巨星 也是我们心中 永远的女神 就让我们大家 欣赏一下 当年女神的风采 李丽华 出身黎原世家 16岁 即以电影 《三孝一炮而红》 之后更演服了 小凤仙 茶花女等经典角色 成为影坛 炙手可热的天王巨星 我也是学精细的 他很多的眼神 很多的表演方式 从小我就看他 我真是崇拜极了 尤其他拍古装片的时候 他一定会受到精致 影响 后面又有很多 对自己的严格要求 所以他比较全面 那时候我是小演员 他只要这样看着你 你就会 尘都会忘掉 他的表演是 你学不来的 没办法学的 等你钱拿来 咱们是亲兄弟名算账 管包你一手钱一手货 多不了我的 也少不了你的 好好 他也杨子江孙云 他就跟我熟了 他说兄弟 姐姐哪个演的好 我说你杨子江孙云演的好 你演活的那个多寡妇 你就是寡妇 他说你当心呢 当心到你老爷子拿你 你也想很喜欢他 我也很喜欢他 杨伯伯他不是光是一个女人 他最后要把那杨贵妃 那种霸气演出来 不简单 从影四十年 作品进一百三十部 百变的演技 让李立华 以孤独春梦 与杨子江风云 两度夺得金马影后 而武则天 与杨贵妃 两部史诗巨作 更让他成为第一位 踏上坎城鸿潭的巨星 之后更成为首度进军 好莱坞的华人天后 当年能给好莱坞请去 这肯定是他的艺术 修为 他的成就 非常的虔诚 很谦虚 没有价值 愈能闲价 百变的家人 跟大家在一起 相处得很好 给我影响也很大 这单是实际名归 而且是所有我们的 一个点换 第五十二届 终身成就奖 我们心中永远的女神 李丽华女士 非常非常的感谢 小米姐今天特别亲自出席 第五十二届的鸡马奖 风采依旧 全场的掌声 一定带着很多的感动 也带着很多的感谢 谢谢小米姐 对我们电影圈的贡献 谢谢小米姐 请全龙大哥献奖 从杨贵妃到武则天 从好莱坞到坎城 李丽华女士 小米姐的风采 是所有影名当中 以及电影人当中 永远的女神 小米姐 就是我们的一个 滑稽的电影史 半部华语电影史的见证 而她杰出的表演成就 更构成了影史的一夜传奇 谢谢 再次谢谢 小米姐今天亲自出席 75年前进入电影圈 重影40年 作品无数 从补装到时装 是我们电影人的模范 谢谢 谢谢大哥 谢谢 谢谢小米姐 谢谢小米姐 谢谢小米大哥 哇 大家的掌声实在太热情了 让我们再次的掌声 欢迎我们小米姐 谢谢 ìììììììóì 感谢观看